是一個完全不明白這件事的 有些人覺得小子不舒服就叫做感冒 我大約70年代,現在差不多40年了 我就去台灣做宣教醫生 去一個比較小的地方,去看病 我問他,那些病人排隊來 問他有什麼不舒服的 他說我賺貓,那好吧 個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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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原來他肚痛又說是感冒 他肚瀉又是感冒 咳嗽又是感冒 肩膀又是感冒 肩膀又是感冒 一般來說,他覺得有些不舒服 用這個名詞叫做感冒 但是我們今天就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剛才醫生說的很多 就是中國人裏面很多人 我都是有很多時候,這些病人問我 他說我打了感冒針 他不是說流氓症感冒 他說我打了感冒針,為什麼現在還要傷風 這件事我們要小心,要明白 所謂感冒傷風,就是那些病毒 其實有280多種,將近300種的病毒 是引起你傷風的 叫做Rhinovirus Rhinovirus Rhinovirus就是鼻歌 就是令你流鼻水 令你打黑癡 我們廣東叫做傷風 有多少種呢? 有差不多300種的病毒 那灣區有90多種 就是全世界有的 那變成,如果你傷風 你在灣區傷風的話 如果你去紐約傷風 可能是另一種病毒 但是你在灣區傷風 就是那90多種的 隨便一種 你感染了你就傷風了 不過好在,傷風就不是太大件事 如果只是傷風,它自己會好的 你可以吃一些藥,就是讓你不要流鼻水 你也沒有什麼可以殺了那種病毒 那種病毒是沒有的 但是好處就是那些病毒 你不殺它,它自己會死的 一般來說,過禮拜左右 它自己會死的 不過你又辛苦,又流鼻水 又傷風,你就叫做傷風 這些所謂的Rhinovirus 這種病毒的侵襲鼻病毒 這有幾種呢 就跟流氧性感冒現在完全不同 是兩回事來的 所以流氧性感冒一般來說 是從東南亞來的 一般來說有三種比較出名 H1,N1,H3,N1有幾種 一會兒會給大家看一看 那你說我今天是10月 我9月15日打了流氧性感冒針 那為什麼我12月近聖誕的時候 我傷風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你9月打那些流氧性感冒針 就防止你那三種在亞洲來的 那為什麼在亞洲來的呢 因為這些流氧性感冒 多數是法治人群多的地方 美洲人群很少的 就算你說這個灣區 你說灣區 你說人多些嗎 我昨晚10點多在這裡 在東南亞走 人影都沒有過 但是你說如果你去上海 你說葡東好 你說這個哪裡都好 你晚上去香港 你三更半夜走 都經常推滿人 那人口密度 那這個流氧性感冒針在人口密度那裡來的 就多數是冬天來的 是冷的 因為病毒在很熱的天氣 它是沒有辦法繁殖的 就是說你說成80度 100度 病毒沒有辦法繁殖 就是冷的它就繁殖得快 那所以呢 那這些病毒 第一在人口多的地方開始發作 那你在香港啊 亞洲啊那些城市人口密度 它發作 它發作就是 開始凍的時候 不會八月的 到那裡開始凍 它發作 發作就變成人傳染的人 那人傳染了 於是就開始 有流氧性感冒開始了 就是說 香港說11月12月 那裡開始的時候 一傳染 本來由十個百個人 一百個人 一千個人 一萬個人 一開始 開始之後呢 你就回香港了 或者不是你回香港了 或者你去上海 不是 上海又親戚來探你 那他呢 他就不知道 他上飛機的時候 驗了這種 這種冷性感冒 都不好知道 來到美國發作 那你就接觸他了 於是他就傳給你 然後你就傳給你的鄰居 那在美國又發作了 那一般來說是三種 所以換句話來說 你九月十月 打過那個流氧性感冒針 就是防止這兩三種的流氧性感冒 很出名的流氧性感冒 待會我會給大家看看 但是呢 到你十二月的 你傷風 那我就跟那個沒有關係 就是在你灣區本地 那九十幾種的病毒 那裡整年都在那裡 那個不是流氧性 那你就適合你那天 就出街 就沒有穿衣服 穿小件衣服 或者天天出街還挺暖 突然間就不知道 那麼晚回家就翻風 那一凍呢 那其實那些灣區 很可能 你那一隻雙風的病毒 可能已經在你鼻子裡 可能有了很久了 但是因為呢 你暖一直都維持身體暖 那那些病毒沒有什麼發作 但是你那天出街呢 就因為天天出街多熱 十二點一點 就出晚太陽多熱 那走到去 到晚上回家的時候 就翻風 大霧 於是你開始冷了 你冷的時候 你又不夠穿衣服 你全身都冷了 於是那些病毒 你那些病毒 你那些病毒 都適合他的時候 他就開始 一開始反正 那你們就相風了 那你的相風 跟你打瘤症癌症癌 是沒有關係的 我告訴大家 你要明白這一點 好 第一 這個說 劉慶症癌症癌症癌 是不是全世界人都要打呢 或者不要說全世界 是美國 你說你在美國 你是不是我們做醫生 我們是不是提議 所有的人 即是我們在座當中 全部人要打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但是有些人提議 你一定 第一 六十五歲以上的 所有人都要打 第二 心恩仔 心恩仔 要打 大約是五歲以下 但是BB仔就不用 BB仔 到六個月 七個月 都不用打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有些人要打 你 即是說 是不是那些老人家 或者年輕的BB仔 容易染癌症癌症癌症癌 不是 他癌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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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 但是呢 如果你說 你是二十五歲的 年輕力壯的 你患了流氧性感冒,你死的機會很少,你不死 就算你不吃藥,哎呀,發高熱,全身骨痛,肌肉痛,又震,又回不了工 三日之後五日之後,不用吃藥的,你當然可以吃藥,你不吃藥,你好起來 你打針也好,不打針也好,你如果打針,就可能沒有病得那麼緊 可能你說英國病三日,可能你病半日,或者發燒180度,發燒到99度 但是你不打,你打就這樣,不打,不打也沒事,就病三日 但是你65歲以上,或者,你說我未教65歲,但我有酵喘病,我有糖尿病,我有血壓高 這些人,當你患了流氧性感冒的時候,你死的機會很高 所以說,你叫你打那種針,你打了針未必一定會有 流氧性感冒,未必有,那你就白打一次,沒錯白打一次 但是如果你打了針,萬一你那年驗了流氧性感冒的話 你65歲以上,或者有其他的病,你不會死,你病幾天而已 但是你沒有打,你可能會死,那為什麼呢? 方先生解釋了,一般來說,你流氧性感冒最容易就是肺炎 肺炎的時候,你就患了肺炎,你說我25歲,我很健康 然後說,我流氧性感冒,三天,很辛苦,還要患,患了肺炎 那就論盡了,那怎麼辦?那沒事的,你患了肺炎 那時候你咳到臉紅綿綠,咳到痰,又不能呼吸,去看醫生 他說,你這樣嗎?我給你藥,你吃吧,肺炎一有藥 那我給你藥,你吃,吃了,你便好起來 一般來說,你會好起來,肺炎現在很少 你25歲,30歲,健康的人,現在不會死的肺炎 只要醫生知道你有肺炎 就算你的病菌是很厲害的,現在有很多很厲害的藥給你 但是如果你65歲以上,又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你有了肺炎,醫生明知道你有肺炎 給特效藥給你藥,你不好 因為你的身體,你不能夠帶動那些特效藥 去你的肺道,來到醫療 所以,我現在不要講那麼多醫藥 始終來說,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講 如果,我們在座當中,如果你是65歲以上 或者你,65歲以上應該全部打瘤性金河針的 這是我們現在醫藥界推薦的,你一定要打 防止你,你不會有什麼意外,這個冬天 如果你說,你不是65歲,你有這個 但是你有其他的,有哮喘有什麼 也都是叫你打的,提議你打 但是你說,我只有35歲,我健康什麼都沒有 那我就說,你可以打,可以不打 你不打,我想你可能會有病,可能沒有病 沒有病就打好了,不用無緣無故打多一次 有病也沒有所謂的,你就病幾天了 你都不會死,這個就是一般我們醫藥界 今天的一個推薦,一個推薦 那好,那講起,講回一旁,講到這幾件事 我們覺得前幾年,這個醫藥界就很緊張 美國又緊張,中國又緊張,全體緊張 我們就講到豬流感和禽流的問題 還有講到非典,這幾件事我們就聽到都害怕 但是就說,嘩,這麼厲害,那又怎樣 那些人又拿了藥,其實呢 沒錯,那些病是危險的 但是那些病呢,其實呢,比較講流感呢 是沒有得比的 我們不需要怕那些什麼禽流感 什麼禽流感的東西 如果你要怕,你反而怕流行性感冒 為什麼呢?因為流行性感冒死的人 多很多,多很多 就是說,你有,就是我們在座當中 我們在座當中,這麼多人 到底我們將來,如果有一天 真的,是因為禽流感死的 或者是禽流感死的 我相信,可能沒有,一個都沒有 但是我相信這裡,如果因為普通流行性感冒死 我們可能有,這裡有人 會這樣的,要小心,如果你不打針 你可能真的患了嚴重流行性感冒 今年,春天,後天,不知道哪裡 那你又沒有,又處理得不好 那跟著你肺炎,那你就會去 好,那我們講講,剛才再講 好,流行性感冒,一般來講 為什麼要每年都打針? 因為它有幾種病毒呢? 就是... 那現在流行性感冒的針 它只能夠兩種 或者最多是三種 Bivalent 就是它防兩種 或者三種的病毒 就是一次 那現在呢,它就沒有辦法做到五、六種的病毒 那其實現在呢,一般來講呢 是... 引起流行性感冒的病毒呢 是有...都有成七、八種那麼多 但是比較普遍的就是有三、四種 那這樣 那變了呢 你...我們現在一般來打的 你去打能量這樣 一般來說是... Bivalent 就是... 是兩種 就是防兩種的 那它怎麼知道防兩種 如果你有八種 那你防兩種 那其他那六種 如果那個年來呢 那它來呢 多數是來一種而已 那一年來 就是... 那來一種 那你說我...如果它猜錯了 我就死了 就是我白打 可能是 那現在你會的 那...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你... 今年你打流行性感冒 它因為疫苗呢 是早幾個月前做的了 那現在是十月了 那些疫苗呢 它通常要五月、四月開始做 它要培植的嘛 植疫苗嘛 那時候都沒有人開始 那那個... 它做哪種疫苗呢 譬如這八種疫苗呢 它做哪種疫苗呢 這樣... 那它... 它只是在八種裡面 選兩種而已 那哪個決定呢 那有些專家 有些流行性... 流行感冒... 症病的... 流行性病的專家 它就估... 估呀...斷估呀... 今年呢 應該呢 是哪一種... 哪一種機會最大 那它猜中呢 你打針就沒事的 它猜不中 你就白打 那... 喂...喂... 這樣很牙煙的 那你不要說 但是它那些人很厲害的 它大約... 大部分時間都猜得中的 就是說呢... 它猜到... 如果這兩種呢 它...它用兩種呢 就是... 它猜到呢... 這兩種來的機會是... 很高很高的 其它的那些... 但它怎麼知道呢 那它這些... 流行性病呢... 它是根據過往的... 很多年的歷史... 流行性... 流行病的歷史... 去年... 去年... 什麼... 什麼病毒... 前年什麼病毒... 但是前年... 它就看世界情況... 它根據它的經驗... 根據它的學識來猜... 所以你就不要說... 你猜我... 你猜我... 所以... 一般來說... 我們都相信的...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你打... 你今年去打... by villain... 打這個... 這個流行性病毒... 那如果它是... 一般來說... 我都... 我打了... 方醫生都打了... 就是... 我們都幾定下的... 如果真的有來... 多數都是... 現在我打這兩種都是其中一種的... 那試過有沒有猜不中呢... 有... 過去那些年間... 是試過猜不中的... 那試過猜不中的一百... 就是這樣說... 那一年呢... 如果是猜不中的那一年呢... 你打了之後呢... 你都大約幫助不大啦... 但是猜得中呢... 就從全世界來說... 它的幫助大啦... 那它這個是全世界的... 猜這個是那個流行性病毒... 就是... 他們是一群人... 不是一個人猜的... 一群的科學家... 是流行的病毒... 一起去開會討論... 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 講到流行性感冒的... 那些... 病毒... 預防針的說法... 好... 那我們現在看看... 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流行性感冒... 講講流行性感冒... 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 那... 那... 有三種病毒... 是甲乙丙... 三種病類... 那... 甲乙丙... 那... 這些... 這些... 甲乙丙... 還有... 那... 它有... A... A... 就是甲乙丙... 有A1... N1... 那... 有... A1... N2... 那... 其實... 不只是三種... 一般來說... 是有三類... 甲乙丙... 是最普遍的... 那... 當然有其他病毒... 有很多不是ABC... 有些是... 丙丁某...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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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不是流行性病毒... 但流行性病毒... 一般來說... 就有三類... 我們叫甲乙丙... 或者... A型... B型... 是最普遍的... 病毒... 是有分兩方面構成的... 一個... H有一個N 你可以看到有兩個英文字母 HN 剛才我們說的 最普通的那種病毒叫H1N1 就是H1N1 為什麼叫H呢 因為病毒裡面有兩個部份 一個叫Hemaaglutinin 另一個叫Neurum 這些兩種是化學生物化學的結構 這兩種結構形成那種病毒 這個就不同形態 一個是血型素 一個是說到那個 那個胺基酸酶的那個方面 這個是弱的 這兩種是引起的 好 我今天不會給大家看很多圖 為什麼我覺得這麼重要呢 第一 流氓症感冒 最先發現 全世界最發現 是1918年 這個叫做西班牙感冒 這個西班牙感冒就是H1N1 那這種最先 以前世界不知道有這種能力感冒 但是一開始 那這種就是由豬和由鳥 以前沒有的 但是這種就是由豬和鳥 中國就傳染到人那裏 傳染到人那裏 接著就是人傳染到人 那一年 1918年 全世界有4千萬到5千萬人死 4千萬人死 4千萬人死 就是全世界 你說多厲害 很厲害 好 現在你說這個是西班牙 這個是歐洲 那時候美國有影響 中國也有影響 全世界來說 到1957年 中國人來說 就最緊張那一年了 1957年 亞洲流氓性感冒 我們亞洲流氓性感冒 H2N2 那這種H2N2 就是由人和由鳥 來傳染的 那一年很厲害 1957年 我記得 在香港很厲害 怎麼厲害 我在香港 那年香港流氓性感冒 剛剛就要考會考 前一年 香港考會考 考會考都要取消 要團整 那些人病到飛起 那麼那年呢 1957年那年 就Asian food 這個不是西班牙 這個就是亞洲流氓 亞洲流氓那年 多過200萬人死 是全世界 不只是香港 那些亞洲流氓 去到美國 去到非洲 其實跟1998年 那裏是4千萬 5千萬人 那裏是200萬人死 到1968年呢 H3N2 這些不同的類型 剛才說了 H3N2 就叫香港流氓性感冒 這個是亞洲 這個是香港 這個亞洲 這個亞洲是在亞洲發起的 一般來說 他們覺得是在上海發起的 這個亞洲流氓 這個就是在香港發起 這個最先是在西班牙發現的 這個H3N2呢 又是由鳥同人傳染的 那裏是100萬人死 這個全世界不是在香港 100萬人死 在香港發起100萬人死 那好 大家想想 你禽流氓 那全世界只有100多人死 100多人喔 這個一年內 100萬幾千萬喔 那你 你禽流氓 好像是比較厲害 去年 最多都是2千人左右 全世界 有私來 但這些每年來說很厲害 你想想 在美國每年 因為流氓性感冒的 不要說全世界 因為流氓性感冒死的人 一萬到兩萬左右 就是美國已經多過了所有的 豬流氓感 有私來就引起了 所以換句話來說 我們當然聽到 豬流氓感冒很害怕 聽到裙龍氓感冒很害怕 聽到非典型肺炎很害怕 但其實呢 你染到那些機會死而死 那個機會很低很低 但是你染到流氓性感冒呢 那個機會高很多喔 就是我這樣說 那你要怎樣呢 所以我今次說 你在這個流氓性感冒的季節裏 我就極力鼓吹你 我不是贊成 方先生說贊成你 我是提議你 我提議你呢 沒有打針就盡量打針 因為我們這裏65歲的人不少 坐在這裏當中 你就打了他 那你就以防不測 不要有什麼困難 好 那我們看看 到底 你說我怎麼知道 有沒有流氓性感冒呢 我們講講病狀 和病徵都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 潛伏期一天到三天 就是說呢 如果你說我一個親戚 在香港來的 或者在廣州來的 那他病 那你跟他一起 你說你去飛機場接他 很病 你說跟他一起 或者不是呢 見一見他吃飯喝茶 那他原來他有流氓 他說哎呀 你跟他一起吃飯 他打兩個黑癡 結果他會發燒 周身骨痛 那你怎樣呢 你不會馬上有病 你可能第二天有病 或者三、四天之後 總之呢 那潛伏期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接觸到這種病毒 你要一天到三天之內 才發作出來 第二呢 怎樣發作法呢 你會覺得有急性高熱 突然間發燒 尖寒、尖冬呢 高熱、衛寒 我們講了兩個人 叫尖寒、尖冬 有時就覺得很熱 但沒多久就震了 外面 然後整身汗 然後又發熱 然後又頭痛 走身軟喇喇 整身酸軟 就是我們說肉痛、骨痛 就是酸痛 全身,特別是肌肉酸痛 然後呢 你的體溫可以高達 一百 可以四十度 大家知道是涉事 如果你在中國大陸來 你知道我什麼意思 如果你在香港 不知道什麼叫四十度 就是一百零四、一百零五度 可以高到這麼高 那呢 一般來說呢 如果 你病得這麼厲害 如果你不死的話呢 對不起這麼說 那你一、兩天之後 你會 兩、三天你會退銷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退銷 這個不一定要醫的 因為那些病毒呢 我剛才講的那些 H2N2 H3N1 H1那些 那些 這些所謂的病毒呢 它會自己死的 它在你身體裡面呢 它在你身體裡面呢 可能有幾樣東西 這些病毒 你不用給它藥吃 它自己會死 兩、三天就死的了 那你說 第一 如果你能夠頂得過兩、三天 你就沒事了 它那些病毒就走了 那你生了 但是最糟的呢 就是呢 你熬不到兩、三天 就是你死先 那個病毒死 那你就不行了 那你說怎麼辦 不是的 你說我那兩天 除了病毒本身之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 平發症 還有一個後遺症 那如果你說那些病毒死了 但是因為你 那兩、三天 你的身體體看來很弱 你就要跟病毒打了 身體那樣 然後呢 有些病菌 細菌 乘機而入 那些病菌呢 就特別是肺的 因為這個是呼吸系統 一般來說 流氧性感染是 上呼吸、下呼吸系統的一種病毒 因為它弱了你的 上呼吸、下呼吸系統 就令到那些病菌 外面的病菌 就乘虛而入 這個就是肺炎菌 它就乘虛而入 那你就變成了 病毒是自己死了 但是你現在突然之間 就有了細菌 這些就是 不是病毒 是細菌 這些就是肺炎菌 肺炎菌 肺炎菌不會自己死的 肺炎菌 在你裡面 一百天都不死的 除非你殺死它 或者你抵抗力強的 年輕人 年年苦力強 你可能有辦法殺死它自己 要不然你要吃藥 你要吃藥才殺死它 那些就是病毒 所以為什麼說 年紀大的人 除了你每年 打流感針之外呢 你還希望你十年一次 或者要打那個 肺炎針 因為肺炎針 如果你打了 這個肺炎針 很特別 那種肺炎針 是特別針對 有一種的細菌 你如果打了針 那種細菌 進來 它就幫你 殺死那種菌 坦你抗力 一種菌 一種菌 一種菌有什麼用 我打肺炎針 你打一種菌 但是呢 你有肺炎 八成五以上 是那種菌 你明白嗎 因為一般的肺炎 都是Numococcus 一般的細菌 都是那種菌 如果你打了肺炎針 你有八成五以上 你的肺炎 就沒事的 因為那些病菌 細菌 不是病毒 一進來 你身體有低抗力 馬上把Numococcus 那種菌 殺光 那你就沒有肺炎 大家明白嗎 那個關係 現在病毒 有人說 為什麼要年年打 為什麼要年年打 這個 這個 現在肺炎 肺炎就不是了 肺炎是同一種菌 所以你十年就可以了 你打一年十年之內 因為你 我今年打了 你年年都對待那種菌 你或者去年打了 或者前年打了 身體裡面的抗體依然是很高 所以你可以保持你十年 但是十年之後 你的抗體可能慢慢地跌跌跌跌到 可能太低了 你就再打一次 但是劉勸勝 根本不是 劉勸勝 我們打了一次 病毒 你明年你不打 是不行的 因為你unes人說 我一年 我的抗體還不錯 但是明年是第二種病毒 我跟他說 剛才我說 又有三四種 你今年打甲型的流行性感冒的針 你甲型是有抵抗力 但明年它可能是月型來,那你就沒有用 後年可能是丙型來,那你就沒有用 因爲那些專家是針對那年的病毒來 讓你打那種針,是防止那年的流行性感冒的病毒 除了發高消遷,有些是鼻塞,流鼻剃,喉嚨痛,肝咳 這些所有都是流感的症狀 如果你要遲一下接觸了一些人 突然之間發覺那個人咳咳,你又發燒,你又發燒 你看看你是不是流行性感冒,染了感冒性感冒 有這些也不一定是,可能雙風也不一定 雙風就是在灣區那九十多種 但你到底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的,不是一種雙風病毒來的 同時還有一些症狀,就是沒有胃口 或者是作悶,或者是吐舌 這些所有都是流行性感冒的症狀 好,那你講講,流行性感冒很短 一般來說,一星期到十日內就會好 如果你說我低感冒強,你不需要吃藥 如果你說我終止,我又發燒,又什麼 那我剛才講,一般來講,病毒呢 就是三幾天,它就會死光 但是有些,它死了之後,你還有很多 比較未曾,身體未曾復原 一般來講呢,十日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就已經沒事了,就好了 但是也有,可能有病發症,引致死亡 這個就是肺炎,流行性感冒 為什麼我們這麼緊張,六十五歲的人 因為如果六十五歲的人,如果你患了以上的人 如果你患了肺炎,你就麻煩了,很難醫 那,那你普通性病發症,是病毒性 或者病毒性肺炎,或者可能有一些細菌性 那,那這個生肺炎呢,如果生肺炎有這個病毒 就不要讓他吃阿時不靈,就叫做 Rate Syndrome,那這個還是引起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Rate Syndrome,就是因為那些病毒 如果你吃了阿時不靈,就可能上到你的腦裡 變成腦炎,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講講什麼預防 那,醫治呢,你醫治沒有什麼特別的 當然醫生可以給你一些藥 但是你給不給都是這樣說的 那,你都是一種藥,剛才他講的那個 Tamiflu,那種藥,那種藥 那種藥,那種藥,那種藥,那種藥 那種藥,那種藥很簡單 但是我們要預防,那怎麼可以預防 療症狗毛呢?要增加個人的抵抗力 即是,如果你幼了之後,不要緊 怎麼可以增加療症,那個 怎麼可以增加個人的抵抗力 第一,要充足睡眠 一般來說呢,我們的抵抗力最差呢 就是你不睡覺 吃東西都還有,都是其次 那,我們有幾樣東西可以增加我們的抵抗力 飲食,營養均勻 做運動,這個是 但是最重要是充足睡眠 如果你睡不到覺呢,你就什麼都假 如果你說我長期失眠的 那你的抵抗力就不會放愈下的 那你就會很容易病的 這個是罷病重生 對不對? 第二呢,就是食物均勻 適當運動 這些就是我們一般要做的事情 當然還有一件事 就是,在流行性感冒方面來說 預防呢 就是你要保持溫暖 還有不會濕 不要說你,如果你出汗 你說我不是啊,我不是冷啊 我是熱,會出汗 你出了汗,整個身體說我底衣濕了 最好就早一點換了底衣 弄乾了身體 如果不然你的汗是濕的,吸住你 那些汗一冷了的時候 就是你熱的時候呢 你吸了那些汗冷了 那你又會引起這些東西 那就是呢 要保持心境開朗 那吃煙很大問題啊 吃煙是影響你的肺 所以我們就盡量不要吃煙 那這些情況 那要改善環境因素 如果你的家屋裏面很多 就是衛星環境不好呢 你也有問題 你要保持空氣流通 要不然你關上窗 那保持空氣流通 就不要動了 又要說 你要空氣有新鮮空氣進來啊 那還有呢 避免去擠場所不流通的地方 那如果流行性感冒很厲害的時候 突然間你看中文報紙說 流行性感冒閘灣區 那不要去看戲 不要去公眾場所 那要走多人的地方 那包括 黎中信啊 我不是這樣說的 那如果流行性感冒很昌悍的話呢 你黎中信呢 都很危險的 現在我們這麼多人坐在那裡 如果有三個五個是有的時候 你可能會得到那樣東西的 那就是如果是流行性感冒 所以你們要避免去那些擠迫的公共場所 好 打巴士就最糟了 那最好你就不要出街了 那時候 當然流行性感冒不會來很久的 就是兩個星期 這些存在的情況 最重要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打了預防針 那你就不需要 說我剛才說的 你已經防了 打預防針 那 我們說呢 因為流行性感冒病毒 是經常改變的 它的抗原本能 就是說呢 所以疫苗需要經常更換成份 所以換句話來說 你說不是喔 你說羅醫生 你說我們呢 我兩年前打過那種病毒 是H1N1 是兩年前的 那麼今年 聽到又是H1N1 我就說不用打了 那不是喔 那些病毒很厲害的 他可能過兩年 他可能改一改他的方式 那你就算打了H1N1 都沒有用 但是你今年打 你就用那些流行性專家 他知道那個病毒的東西 所以他就變了不同 更改的過程 所以就要打了 那 我們說呢 疫苗一般只會給長者 和慢性病的人 來注射 也需要每年接受一次 但是如果呢 就是說我們長者 或者慢性病 剛才已經說了 如果長者 就是65歲以上 或者你有什麼糖尿病 烤痠那些 那他們要注射 而且要每一年注射一次 但是如果你對打有敏感 就不行了 你打了你會敏感 那就不多 有沒有問題 有 我問一下 好啊 我呢 就開始的時候 走行後路 就覺得有點癢 後來幾天之後 其實就吸到有些痰 吸到有痰的時候 就人多 或者街營走去市 走去便宜 或者開了水口 都不行 那就過了一段時間 那你這個不一定是流腺根本 我告訴大家 現在你普通來說 我是患了灣區的傷風症 我用這個來講 那你一樣會喉嚨痕 你的喉嚨痕也可能是敏感 和病毒沒有問題 你的喉嚨痕可能是一些病毒 也可能是敏感 可能是細菌 那你如果你說你流鼻那些東西 或者你說喉嚨痛 那如果你敏感 喉嚨應該不痛 如果你喉嚨痛 可能是病毒 可能是細菌 那你是有可能經過過程 其實是沒有喉嚨痛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在氣中 一廣泛就無法呼吸 睡覺一睡下去 他氣就滿足滿足滿足 在後面 因為你病毒 病毒細菌 就是從你的喉嚨 就是你呼吸 蓄到喉嚨 令到喉嚨不舒服 菌繼續下 由你喉嚨喉頭到你聲帶上,剛才方先生說過一說, 說你的聲帶說話是沙聲,沙聲因為你的聲帶厚了, 你的聲帶厚了說話是沙聲的,如果你的聲帶平時很薄, 好像蝴蝶翼那樣薄的,你可以一秒鐘震動200下, 或者100下,那你就聲音很清, 但當你的病毒或者病菌去到你的聲帶, 就讓它腫了,腫了就震動慢一點,你就聲沙, 即是說你現在這樣說,或者不知道你是病毒症菌, 就由你的喉嚨去到你的聲帶, 跟著繼續下,下到你的氣管支管的時候, 你開始氣速了,你吐氣,特別是去到你的肺氣泡那裡, 去到你的氣泡那裡,如果他參與,你就變成了吐氣, 就辛苦了,那實在是辛苦,因為你的肺氣泡已經不是空氣了, 有些痰,有些水在那裡,變成它加,它換那個氧氣的加換, 就變成了受了阻隔,那你就會被氣喘,那你醫呢, 就一定要治你的肺,那樣,就是你可以吃藥, 也可以看你自己身體醫,那樣, 你先放在那裡,這個是酵喘的藥,這個是殺菌的藥, 那都OK,有沒有什麼? 劉醫生有肺炎針的英文名字嗎? Numovac,那肺炎針去打呢, 當然啦,如果你去見,如果中國醫生說我打肺炎針那樣, 那如果你是鬼佬醫生呢,鬼佬醫生就, Numovac就是肺,這個是拉丁文來的,P-N-E-U-M-O, 就是Numovac,Numovac就是Vaccine,就是疫苗, 那樣而已,如果你回去中文, 你說我要打肺的肺炎,肺的疫苗,叫做Numovac, OK,還有什麼問題? 我請問那個病毒和細菌呢,哪樣東西是比較難以見的? 病毒呢,以前的名字不叫病毒,以前叫過濾性細菌, 那它就是很小顆的,病毒小顆很多的, 病毒本身就不可以自己來到一成十成八,不行的, 病毒一定要依靠其他外面的環境,令到它可以繁殖, 那譬如你說我,我有一顆細菌,細菌本身它可以自己繁殖, 你說我有一顆細菌,我把它丟進去一個湯裡, 如果我喝湯,喝豬肉湯,喝了我一碗豬肉湯,我靜在那裡, 我不喝了,我留在那裡,又沒有放在冰箱, 沒有放在冰箱,那有幾顆菌, 就走了去湯裡,那幾顆菌可以一成十,十成八, 你忘記了,找一碗湯放在那裡,三天之後, 就說那碗湯都臭了,那原來你有幾千萬顆菌, 有些菌就自己可以生長,它要用,病毒就不行的, 病毒呢,它自己沒有單獨生長的能力, 就算你把兩顆病毒放在湯裡,它不行, 病毒就要有生命來支持,病毒進入細胞裡, 如果你的病毒呢,入到你身體的細胞裡, 你身體細胞是生,是有生命的, 它就利用你細胞裡面的功能來繁殖, 那它可以呢,它在你細胞裡面可以一成十,十成八, 它自己可以繁殖,如果你在外面呢,就不行的, 就是你在一碗豬肉湯裡,那是不行的,那那, 一般來說,哪有難殺呢,那細菌現在我們就有, 有抗生素殺菌,但是病毒我們是沒有一種, 可以殺病毒的藥來的,所以雙方沒有藥吃, 意思就是,你不能吃一種藥,殺了病毒,它沒有, 但是現在出了藥,最近的藥,就是可以幫你, 是防止病毒的繁殖,就是你殺它不到了, 但是你吃了,它不可以繁殖,那就沒事了, 但是一般來說,我們這些流行性病毒, 和雙方病毒的好處是,它自己會死的, 你不理它,它自己會死的, 但是有幾種就不同,例外,第一種呢, 就是愛知病病毒,它不死, 它不會說你在這裡過幾天就不會死, 肝炎的病毒,它不會自己死去, 它會抓你細胞裡面睡覺,這些是問題來的, 就是你那個,你現在流行性的病毒, 它不會說,現在我去你那裡的細胞裡面, 我在這裡睡,睡三年,走出來, 那沒有啊,不行的,它一個禮拜之後, 它自己會死掉,但是你肝炎, 肝炎,肝炎肝炎的病毒,或者愛知病病毒, 它有了病,它走到你細胞裡面睡, 它睡了十年,八年,它又再回來了, 就是煩直,它變了不死, 就是一些這樣的情況,是, 如果你說我知道我有流行性感冒, 第一,不要接觸人,特別是呼吸, 第一,你自己戴了口罩, 因為流行性感冒通常是空氣傳染的, 譬如你有流行性感冒, 我現在跟你見面, 如果你又不出聲,我怎會得到呢, 我不會跟你一起吃飯, 你夾菜,通常不是這樣, 而是你跟我說話, 當你說話,特別是你咳嗽的時候, 你就將病毒咳嗽出來, 那咳嗽出來, 特別是在你六尺之內, 空氣就傳到你的病毒, 傳到我的鼻裡, 傳到我的口裡, 那我就有了, 但是如果你說, 你用你一個普通的口罩, 罩住你的口罩的話, 第一,你說話, 病毒就過不過, 在你罩住, 第二,你咳嗽, 在你那裡擋住, 就死很多, 同樣, 如果你知道自己有流行性感冒, 千萬不要去公眾地方, 最好自己單獨在那裡, 無謂傳染給別人, 那流行性感冒, 一般來說, 不是很可怕, 一個星期之後便沒事, 一個星期之後便會死, 問題, 後面, 請問, 有些人, 他打了越防流感爭之後, 他就開始病了, 未打, 他又沒事, 這些人, 你知不知不知再打流行性感冒? 你說他打了流感病, 是什麼原因? 第一, 流行性感冒的那些病毒, 一般來說, 是半死的病毒, 原來, 疫苗有幾種不同的疫苗, 有些叫做Live vaccine, 有些說, 我打一些生生猛猛的病毒給你, 打一點點吧, 譬如你說我, 你流行性感冒就要廢了, 你現在不是說流行性感冒, 你說有某一種的病, 即是預防針, 但我要打, 舉例來講, 有些譬如說, 霍亂, Ti-Foi, 霍亂的預防針, 霍亂有些是Live vaccine, 就是給那些真的生猛猛的霍亂的細菌給你, 讓你做了疫苗, 讓你打之類的東西, 因為他給的很少, 所以你身體應該可以搞定, 搞定, 因為你身體跟他打, 搞定, 就會產生抗體, 這是一件事, 一般來說, 如果一個人身體很弱的話, 我們就不想給一些生生猛猛的病毒, 或者細菌做疫苗, 但是一般現在的流性感冒, 這些人就不是的, 它已經處理過的, 這些病毒就不會很厲害, 即現在我打針那種, 即是那種病毒, 就不會, 應該來說不會引起, 真是病, 真是流性感冒, 因為我會不會打流性感冒, 接著我就得到病, 不打沒事, 打了後來得病, 一般來說就不會的, 因為他打給你的病毒, 已經半死了, 即是這樣, 但是一般來說有少少反應, 但這個當然要注意, 打所有防疫針, 都有兩種可能的反應, 什麼叫反應呢, 第一就是局部反應, 不管你打白喉也好, 你打破雙風也好, 有些你打進針口那裡, 就有少少紅腫, 這個是反應, 那這個紅腫就因為, 可能你對那些針藥, 有少少的敏感之類的, 就是紅腫, 但是這些有少少痛, 那這種是有很常有的反應, 這些反應呢, 通常來說, 很快就沒有了, 即是說, 一兩天之後, 紅腫就燒了, 沒有東西, 這個是一般有的, 但是另外一種, 就不是局部的, 是全身性的反應, 那全身的反應呢, 因為你打了那種病毒, 你身體開始, 要處理你那個疫苗的東西, 就開始製造你的抗體, 那你身體可能會發燒, 這個是一個, 但是通常來說, 是很低燒的, 多數都是九十九度, 那不會到一百的, 九十九,九十六點二, 那這些發燒呢, 是多數一天的, 就沒有了, 那這個就是說, 其實有人說, 有更好, 就是知道你有反應, 即是說你身體有反應, 那如果你當作是病, 那這個就不是病, 這是一般的反應, 但是也不是說, 每一個人都一定會這樣, 那這個反應, 但是你說, 因為打瘤, 之後就大病, 那這個呢, 一般來說, 就很少有這樣的情形, 那很可能呢, 他是有這麼巧合, 他就是病的, 即是他就算你不打好, 打好都是病, 那就是劉鑫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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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些人會引到你病, 那你剛才又剛才又病, 那你又不應該上了那個數, 那這些人呢, 我就是這樣, 如果你去年, 你打完針之後病, 你就不用太害怕, 你今年有假的時候又要打針, 如果你年年都打了針病, 那你當然是不好, 那很可能是有, 因為一般來說, 打流感不會引致大病的, 有沒有問題? 白日咳有什麼功夫? 白日咳是一種菌來的, Protusus, 那這種最近是有一個很大的, 要講給大家聽的, 白日咳以前都挺通行的, 是一種菌, Protusus是一種菌引起的, 那是有藥的, 有某一種抗生素可以殺的, 那但是呢, 因為白日咳對腎鎮鎮鎮有影響, 如果你是大人, 你咳了8天, 那是不舒服的, 那天都咳咳咳咳咳咳咳, 那8天之後他自己停了, 那些問題, 但是十分仔, 你8天咳咳會死的, 就是BB仔, 特別BB仔, 你咳咳的時候, 他會死, 所以呢, 就在幾十年前, 我想是五六十年前, 或者不止, 就是這個全世界的衛生署, 世界衛生那個菌, 就產生了一種疫苗, 就叫做是8天咳的疫苗, 那所有審問者都會打的, 所以一出生, 我想我們大家這裡很多人都打過的, 我想是以前的, 你出生就打, 那DPT那種, 就是你一出生, 他一定跟你打, 有三種的預防針, 是在一個針口裡面, 就是一打, 一種就是白喉, 一種就是破傷風, 和白日咳, 那這三種的疫苗就在一起, 所以就跟你打, 那一把人都打了, 那一打了沒多久, 全世界就沒有了白日咳, 根本就沒有了這件事, 那個個, 我們沒有人理他, 都白日咳, 已經消失了, 那怎麼辦呢, 但最近就不是了, 最近白日咳, 捲土重來, 現在在某個國家, 捲土重來, 最近在灣區開始, 我想兩年前, 兩三年前, 就是士丹佛大學發現, 有人咳, 咳得很厲害, 他們跟他檢查, 咦, 為什麼會有這個白日咳菌呢, 然後, 這個, 加州大學又發現, 於是就很緊張, 於是灣區就說, 哇,現在這個白日咳, 就回來美國了, 那這個不只是灣區, 美國很多地方有, 那在這個原因, 為了這個原因, 現在美國的醫務處, 就向美國的市民公佈, 他說呢, 如果一個人, 你是接觸嬰兒子的, 你就要打針, 再打過, 因為你說, 很可能, 你說, 我六十五年前, 我出生的時候打過, 那你六十五年, 打過到現在這麼久呢, 你可能身體的抗體, 就已經低了, 已經有六十年, 那如果現在, 有那種白日咳菌的感, 來到你身上呢, 那你可能染了白日咳, 你染了白日咳, 你染了白日咳, 沒有問題, 你咳了百日就算了, 但是呢, 最糟糕呢, 你接觸嬰兒子, 所以呢, 現在醫務處的提議就是, 所有的父母, 特別是懷孕的媽媽, 你的太太懷孕的, 即是你未來做老豆那些, 你就要打針, 為什麼呢, 因為萬一, 現在你沒事, 萬一你的嬰兒一出生, 在那個短時期之內, 你突然之間, 出現了白日咳, 你回來咳咳咳咳, 那那個嬰兒咳咳了, 那那個嬰兒就患了白日咳, 那他會死, 那就很緊張了, 所以現在就說, 所有的年輕有嬰兒子的爸爸媽媽, 要去醫生那裡打, 第二, 爺爺阿媽, 不是吧, 你臭嬰兒子那個, 現在很多人說, 我兒女去做工, 打工, 我媳婦生了一個嬰兒, 那他要上班, 我跟他照顧, 所有要接觸嬰兒子的, 接觸一歲以下的, 你要照顧一歲以下的, 你要打, 因為你不知道, 如果你照顧的時候, 你有白日咳咳, 你就傳給他咳咳, 所有教書的, 特別是教那些pre school的, 特別是嬰兒學生, 其實你所有的工作人員要打, 那你就這樣, 那你說我沒有, 我從來都不接觸嬰兒子的, 你說我家裡沒有嬰兒子, 什麼都沒有的, 我從來都不接觸, 那你就不用打, 那你不用打, 那意思是, 萬一你得到八日咳咳, 那你噓一百天咯, 還有沒有問題, 後面, 心肌手術, 通波仔, 是否危險呢? 通波仔一般來說, 沒有什麼危險的, 那就是通波仔, 你的冠狀動脈, 是塞了, 塞了, 那不夠血度, 如果你不理他, 慢慢塞得更加緊要, 就會令到你心臟病, 或者叫心機壞死, 他就跟你通,通波仔,一般來說是很簡單的手術 他在血管上去,但是是否完全沒有危險呢? 不見得,因為有些他的心臟本身已經心律不正 如果你是,第一你觀心病,第二你心律不正,心已經跳得很怪 通波仔,可能會引發心律不正更嚴重,可能有危險 所以醫生知道,給你一些藥,預防心律有困難 第三,通波仔,會否通了一些比較鬆散的浮血 即浮血塊,出去塞住血管,這是另一種可能性 不過一般來說,通波仔是一個比較,算是小手術 即那個危險性不大 好,我想時間差不多了 風濕是否細菌? 風濕是否細菌? 那類的就叫做septic joint 即是說,有些細菌進入了你的關節 那些是很少很少的 一般來說,我們的關節炎呢 我們最多人的八成以上呢 我們叫做退化性關節炎 因為你用那個膝蓋,或者你用的手,用的太過厲害 你就開始令到你的關節開始發炎 有一些就是你的身體抗體自己 或者那些叫做淚風濕那些 那些就是你身體有些抗體 產生的抗體是攻擊你的關節 一般來說,就很少是跟菌有關係 除非你是septic 除非你說,你不是喔 我這裡,或者被人刺了一刀 我這裡有一個洞 那個刀一直到關節裏面 有些菌進去,那些叫septic joint 那些就很少有 但是一般來說,不是 不是菌 不是,一般來說不用 一般來說,吃藥就可以控制 還有你做一些比較柔軟的運動 還有吃藥就可以了 當然有打針,打針就打封閉針 你看有多嚴重,看看是哪個關節 OK OK,我想差不多 OK OK